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魂计 入魂之身 我不想走 第九魂计 虚空之影 若让他完全释出此招 并会令我军死伤惨住 这次休想再逃走 激发魂禁 七杀星雷起 一箭破残弓 鬼破长老 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 鬼破长老 你受的苦 远不及我灭宗之痛 武魂帝国欠七宝琉璃宗的两千条精灵 我会因你一场还 接下来得祝大军尽快入城 第一小队关注团门 第二道第十小队分明三座 发动灵号攻击 是 第一小队分明三座 第一小队分明三座 这天使经团太难缠了 第一丝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大苹 第一小队分明三事 第一小队分明三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快战队 是有人敌我不分的吗 武魂帝国 这是要干什么 一六魂计 天天使光阔 在这里 他会有东西 有东西 他会有东西 有东西 他会有东西 是人的 人的 是人的 幽灵白角 抱沙巴能摔 小心 我没事 小剑 地狐魂技 白虎流星雨 困住他们 地狐魂技 这支金锐 名为天使军团 人数不多 但都是魂圣级别以上的强者 武魂帝国的底蕴果然神厚 这天使军团的整体实力 远在击打宗门之上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领队对战局的判断十分准确 一出手 便将所有攻击集中在大桥附近 只能阻止我军主力继续向前推进 又能让桥上的前锋部队陷入攻力无援的境地 小心 若不尽快中断空中的火力封锁 让主力大军继续推进 桥上的前锋部队 还有城内小三他们的处境 都会十分危险 竟然直接就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击 这就是武魂帝国精锐的实力吗